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批判当时的自己 就算时间重来一次 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 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所以后悔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另外结局很重要吗 钱没了可以再挣 工作丢了可以再找 朋友没有也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遇 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 接受分道扬镳 接受世事无常 接受孤独 接受挫败 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 接受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 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总以为未来才是最好的 那时应该会应有尽有 但一旦你到了四五十岁 无论你多么有钱和地位 你都会无尽怀念二三十岁时的青春 那时你会这样感慨 无论花多少钱 你都愿意换回青春 所以无论生命走到哪一个阶段 都应该喜欢那一段的时光 去完成那一阶段的使命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 而只是去爱 你不再渴望成功而只是去做 你不再追求成长而只是去修 一切才真正开始 世界上有三件事情最消耗人 一 为尚未发生的事而担忧 二 为自己想象的结果而焦虑 三 为过去犯的错而自责 金刚经说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当下心不可得 我们不要活在对过去的愧疚里 不要活在对结果的担忧里 甚至连对当下的执着 都不要有全身心地去体验 活在心流的状态 任由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流淌 这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有个十六个字真言 物来顺应越来不赢 当时不杂既过不练 过去是无需记得 现在是随缘即可 未来是何必劳心 绝大部分人茫然活了一辈子 却没有活正确一天 因为他们不是追忆过去 就是期许未来从来没有活在当下 人生有些路不走不甘心 走了又一身伤 人生这道题 无论怎么选都会有遗憾 无论你怎么精心设计都躲不过命运的安排 不沉迷过去 不期待未来 每一个当下就是人生最美的时光 请不要再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去烦恼 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请你用心品尝每一口饭菜 用心聆听每一处花开 用心感受每一份爱和喜悦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真是可惜 人生总是经过得太快而领悟得太晚 放不下的牵挂 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 走不完的坎坷 越不过的无奈 忘不了的昨天 忙不完的今天 想不到的明天 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 有多少人说好要过一辈子 走住走住就剩下了曾经 有多少人说好明天见 可醒来就是天各一方 不经意间一抬眼 人生已过半生 回头看 荆州已过万重山往后余生 请善待每一天 人生是用来体验的 而不是演绎完美的 这句话献给身边每一个人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